哈喽大家好 时间过得好快呀 一晃半个月就过去了 不知不觉台湾姐夫到大陆已经半个月了 现在要紧急回台湾了 在前几天我就已经帮她了 订好回台湾的机票 一个是工作 二个是可能要办理他们的一些手续问题 想到这半个月以来 真的是带着她算是深度旅行的 去了我们本地的传统市场 看了什么没见过的东西 但是她也闹出了很多的笑话 包括去了花市 我们去了欧梅山 乐山大佛 然后去了羌宅 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因为姐夫哥是第一次到大陆 知道吗 还有很多很多的景点 还没有办法 也没有机会带她去 不过没关系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慢慢玩吧 然后他们现在收拾行李了 要准备出发了 等一会儿姐夫哥过来的时候 我来采访她 第一次来大陆的真实感受 有哪些不同 掰会见 这比你白 没有 扣掉这个胡须 对啊 扣掉胡须我打了粉 你比你白啊 但是你的手很明显比较白啊 对 姐夫 哈哈哈 姐夫今天要回去了 哇 好依依不舍 没办法要回去 要紧急的回台了 要工作 将来可能就讨厌看到 天天看 天天看 天天看就会看到不想看 对啊 看着很烦 说你看了 你说你自己 有我跟小鱼儿做一个什么小生意 他那么强 哇粉丝都有口福了 嗯 姐夫你走了我们还不习惯呢 不会 有你在的话 我们一天嘻嘻哈哈的 我们最想听到的是你跟我妈的对话 哦对对哈哈 你跟我出仇 我出去我们对 没有 你们两个同时出仇 哦 你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 我们是最想听到的 现在姐夫要等 现在在等车要回去 本来我不好意思录的 看你们那么 温馨的画面 又把手机掏出来 然后每天把姐夫拿去录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对啊 姐夫你讲一下你 来了这里的真实感受吧 没有感受 对啊 景色呀 其实我感觉 其实我们生活都差不多 有什么特别 感觉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不一样是你们车 哇你们车好多品牌 真的好多品牌 汽车吗 对啊汽车的品牌超级多 还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 发现什么不一样 对啊你来了 因为你第一次到大陆嘛 其实这感觉是 就 没什么不一样 就是跟以前台湾生活也是大同小异 嗯 就是你就会觉得 大家都是所谓的黄总跟中国人 你懂 是没没什么 只要不不谈政治的话 那不谈政治 哎谈到政治 不要说这里啊 台湾 还有不是 你发现比较惊讶的地方有哪一些 比方说那你觉得从来没见过的 我是觉得你们每天都吃这么重口味 怎么怎么受得了 真的我是因为这一段而已回去我就变清淡了 我知道我很喜欢吃 但是你不能每天 现在你来都是每天都是没有辣的不想吃 没有辣的没胃口 你们不是只辣 你们也麻辣的 还有咸 咸还有 还有 不重口味 味精也加的比较重啊 不重口味 但是天啊 你们这样每天这样吃 而且发觉你们也不爱喝汤 对没什么汤 对 哇 365天都这样的话 我应该很快就咳屁了吧 哈哈哈哈 还有咧 还有还有还有姐夫在讲 还有什么发现什么 就是说让你惊讶的地方 对啊 还有你们的红绿灯 你们红绿灯 我不知道 我感觉有点蛮乱的 就是 到底是 绿灯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往前的 但是还有感觉还是 旁边有人在窜啊 我们这边是绿灯执行的时候 右转 右转可以右转 如果是没有直接右转灯的话 就是可以右转的 这样不好 这样很容易也是会 就是但是 好就是好在说 在那个十字路口大家都很慢 对啊 不管什么都很慢 就是 还是还会离浪 那就还还OK 不然很危险 现在是 虽然没有比台湾的那个 交通规法是 就是先让人行 对吧 嗯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都让行人了 就是 最近我有看到台湾修法了 现在好像什么 在最近而已哦 嗯 你看 然后他好像 就是没让行人的话 罚越重 对啊 成都这一早都实行了 最近啊 最近我们看 在成都就是 就是加重 不是 在成都市里面 就是右转 就是专门的 对啊 所以我就说最最最最少 还还会离浪 就是放慢然后离浪 嗯 现在慢慢改进了嘛 嗯 但是 但是那个 好 那个 浩制灯啊 我还是 就是 什么浩制灯 就是那个灯啊 红绿灯啊 那个指示灯 哦 指示灯 还是看不懂 对吧 就是 你看懂 哎呀 对 我绿灯可以走 但是还是旁边 我有车过去 哎 就是说的 没有带 没有带 没有带转 还有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 发现不到 就是说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这里出生的嘛 算你们第一次来的话 你就会有多少 还有是 是因为是成都嘛 我觉得 在网路上 我都一直在网路上 会看一些影片嘛 嗯 他们都说 现在什么大陆不好 或是大陆 消费不好 就是 找不到工作 但是我在成都这里发现 每次出去玩啊 对 每次出去玩啊 我都觉得 人还是很多啊 消费能力也是很强 消费能力很强 对啊 也是很强啊 对 就没像网路上这样 还是因为是成都啊 没关系 哎 不是啦 我们其实这边的人 就是挺那个 挺喜欢消费的 真的啊 但是 你看你的影片 我们出去玩的影片 你看人还是超多 几个 我觉得还是好事的 这样经济才会 对 要有消费 但是我都觉得 跟我在线上看那些影片 又 都不太一样 都什么很消费 他们拍的真的是 你能给我们拍的 我爸 我爸在跟你讲话 嗯 我爸在跟你讲话 叔叔有时候讲话 听不懂 听不懂 他说欢迎你以后再回来玩 好 叔叔 叔叔 对啊 肯定在 台湾也好 走 其实我学习的都大同小业 就 就 台湾会经历的 大陆也是会经历的 嗯 就一样 我说谢谢 慢慢就 慢慢就 下一步姐夫就回去工作 这 你来了这么多天 什么最好吃 什么最好吃的 对啊 应该不会是牛肉干吧 辣椒粉 是好吃 站着吃的 你们你们最最时常用的那个 不是啊 那叫 我不是给人一包吗 对 那个叫做烧烤的 哦 车子到了 什么都沾嘛 对 你知道怎么用吗 那什么都沾啊 能吃的都可以沾 对 坐了最最拉风的车 是什么车 那是 你爸爸 叔叔 叔叔的车 哈哈哈哈 它红的 对 那是真的多风 因为一直吹风 你还想在座吗 当然了 哈哈 那是我的专注 也是我妈的专注 还有你们的东西啊 就是你们的那个 机车啊 那些都超便宜的 不是机车啊 那是电瓶车 电瓶车也超便宜 两千块 两三千 电瓶车 对 全新的 对 你们的时速好像可以 我听 我不能说 就是听 听说可以到 一百一百二 时速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都会买那个电瓶车 方便 然后又便宜 然后又不用加油 但是台湾那个机车 骑着比较爽啊 因为是摩托车 感觉不一样 现在也是多宜 买电 电瓶的比较 嗯 但是我们电瓶超 哎 早知道你们那个 早知道你要来待这么久的话 我都真的是提前买一台那个车子 有便宜 我有跟晓月说 那不要买电瓶车 她说买电瓶车 买三台电瓶车 我说说可能 便宜 不用了 姐夫 超级便宜 钱还是要省着用 不用浪费了 用电瓶 要买也是我去买一台 然后 一定要买电瓶 因为你们用电瓶不用钱 对啊 从不用钱的 不是啦 是买一台那种一台 后面坐两个人 啊 那坐吧 我坐这个车 我就坐取消了咱 他坐下了 他说他不坐了 哈哈哈哈 重新还了一台 别费了 有的是时间一年 对啊 这时间费的 嗯 这找很找新 不买了 就买了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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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轿车的问题 然后一直在那边讨论 对啊 你要想 你们想借这个单 你肯定要把你去 加汽车满上 嗯 哎 你才在家买 美好的时光 总是那么快就结束了哈 想着我们每天都出去玩的 吃喝 吃喝玩乐 每天都在安排 怎么吃 对 怎么玩 怎么 对 怎么办的 我最开心就是你们坐在车子后面 帮我当车夫 然后我在前面坐很享受啊 然后还录影先 太爽了 总结就是 反正都是出来旅游 嗯 对吗 那就玩得开心 嗯 嗯 政治的问题 我也好 不要去牵扯政治的问题 就是 大家生活 其实都是一样 嗯 就这样 我根本就跳 哦 因为你要加钱 所以第一个好钱呢 150多 哦 150多 一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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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天府机场 一口价 150多 如果打车的话 要300多 然后他这个车子是烧气的 啊 现在钱也不好赚了 好了 拜拜 我们走了 我们走啊 好 不用车说 我等我闲了 我就等你上了 好 拜拜 拜拜 慢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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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